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的主题领袖一起来看 神的恩典真厚 诗篇116篇第七到第八节 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认归安乐 因为呢 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我的命啊 免得死亡 救我的眼啊 免得眼泪啊 救我的脚免得跌倒 那么今天有很多 在我们周围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确实心里面好不安 也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令人不能想象 但是却带给人心是很不安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大卫在这边 他就对自己的心说话 他说啊 你要认归安乐 心安乐 人才能够安乐 听哦 当你的心安乐的时候 你人活着才能够安乐 怎么安乐呢 因为神 因为神以他的厚恩待我们 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厚呢 大卫做见证说 他说 主啊 你救我的命 免了死亡 你救我的眼啊 免了眼泪 你又救我的脚啊 免了跌倒 我的全人 我的灵 我的魂 我的体 都得救 所以我们得救 不在乎我们有什么能力 而是在乎于全部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他是恩典的源头 他赐给了你和我全备的救恩 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从他而来的 由他所赐 他是全能的上帝 是恩典的神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种不安 动荡 一种看起来很混乱的一种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的心灵 却能够依然可以活在安乐里面 因为神的恩典 是足足够够我们使用 当然神恩典固然是宝贵 但是神的恩典 更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优先 所需要祈求的 因为呢 他是赐厚恩给众人 他从来不责备人 他从来不斥责人 没有一件事情 在神的眼中是太难的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上帝不能成就的 甚至没有一个祷告 大到一个方面 神做不成 也不可能小到一个方面 上帝不垂听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 记得哦 上帝的恩典是足足够够 让你和我来度过这一生 愿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 给了我们很不足的心灵 很动荡的心灵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全能的上帝 我们向你求 求你给我们一生当中 都能够享尽 你给我们的恩典 而这恩典 我们原是不配 但是因为你爱我们 就给了我们一生 知久的恩典 使我们活在 神你的满足当中 我们感谢你 赐福我们大家 有你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Amen 愿上帝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